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斗 今天我们到海边去捉这个尼罗 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 今天我们就到海边去看看 走 尼罗一般都生长在这些沙滩或者泥滩上面 今天我们在这些沙滩上面找一下 这边找到一个 这就是的 身的一半藏在沙里面 我们把它拿出来 藏在里面 干嘛呢 就是这样的 滑滑的 软软的 上面有一个小壳 很退 不能太用力,用力就碎了 这边又发现一个 你端进去干嘛 你出来不你 找这个东西太被试了 端到沙里面根本就找不到了 不过它一般都不会全部端进去 身体会有一半路在外面 一桌上来就缩了 缩成个球了 这一个看起来应该也是的 这一只应该也是的 上面这个沙 住在洞 应该也是的 我们挖一下看看 还真是的 还有一只海鲜鲁 这回去用热水烫一下之后 这样的辣根 特别的好吃 看这个小花甲 在往沙里面端呢 看 端进去了 真好味 看 看 这一只 正在往沙里面端呢 看 过来不你 过来不你 这边的小花甲好多呀 看都是的 全是的这边 看一下我们这小灰儿剪的 这小灰儿做了这些 剪的也不算是很多吧 这个东西找起来比较费事 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可以关注我 以后给大家分享更多精彩 有趣好玩的海边视频 我是小董 谢谢大家的观看